黄是红绿灯的黄亭,不是婷婷玉丽亭 大家好,我是黄亭亭 黄亭亭 黄亭亭 王柯,快点过去 pred 王柯,快点过去吧 我要忘记我this unbelievably 谢谢enc �ream 说到白色情人节怎么过?应该就是尽量像往常一样当做频长的节日过 为什么呢 因为3月14日是白色情人节 2月14日是情人节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放假在家 然后我的表哥表姐们非常关心我 说这一天一定没人约你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我又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有空呢 你请客我就去 然后嘛就表哥 还有我表哥的老婆 就是我嫂子 我还问她 我说对嫂子 说奇怪那天是情人节 你俩不需要单独过吗 为什么要带我呢 然后他们说什么来 老夫老妻了 不需要这种节日 在特定的节日来庆祝 就暴击 然后还有我表姐 我表姐和她老公 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说情人节 是否我在中间会打扰你们不太好 然后他们也同样的回答 爱对的人 情人节每天都过 双重暴击 但是因为为了吃那顿免费的饭 所以我还是去了 然后我也去了 不能让他们好过 不能让他们两队好过 出门那时候还被我妈嘲笑 说你们是二队半 我说什么叫二队半 他们两队加你个半 然后我就还去了 去了之后去了餐厅 点餐的时候又被暴击成三 然后问你们要点什么 没有什么情侣套餐 特别便宜 好来他们点了两个情侣套餐 我没有办法 我再加在中间那行吧 我加在中间 所以我两个都吃 然后我表哥想给我嫂子夹菜 这个生蚝好好吃啊 你要不要吃 我就 我也想吃 然后因为我是特别孤单的伴 夹在他们中间 所以他们特别照顾我 好妹妹你先吃 然后我那个姐夫想给我表姐夹菜告诉她 这个什么什么好好吃啊 我觉得是吗 这么好吃啊 我也想尝尝的 然后我表姐 好吧 那给你吃吧 然后就 后来还去看电影了 其实看电影也是 夹在他们两队中间 对 夹在他们两队中间 抱着爆米花 就像个孩子 抱着大份的爆米花 然后那就很孤单啊 然后就电影 看了什么电影来 就我给忘了 就电影内容不重要 那关于那个单身狗的电影吗 对 情人节只有那种电影 然后 对 放到那种什么 泪点的时候 然后那个表姐 抓住了姐夫的手 表哥拦住了那个 嫂子的肩膀 那我只能抱紧我的爆米花 很难过的 但是呢 另一个角度想 享受了四倍的爱 四个人的爆米花 我一个人吃了 就 就度过了 百味成杂的一天 所以希望今 3月14号 我要假装是个普通的节日 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一个人去点 情侣套餐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耶 耶